这个血就清净了 咱一般的大针干啥流出那个血呀 那是混血不是清净血 四四滴存血 变一滴精 精 四四滴精变一身血 变一身那个神气 说这人很神气 这个神气哪来的 是有精变的 完了说这个人的神啊神气很足 就是精气很足的 在这个变化当中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心最初和浮动 等你一静下来 达到心纯净了 这个纯净心再经过陆续 什么扎见没有 这心里都自是敌藏仆 这才叫自信 第一个自信呢 是出着的 把扎念忘念停下来了 这是第二个自信 就进入第二个自信 就进入第二个自信 第二个自信呢 有下 有中 有上 下自信 所以你想的不乱 所以你想的不乱 维持一事 其他的不乱 就是自己啊 心足了了 了 了了分明 这叫下自信 咱一般的 你只用到这个自信了 就感觉很自信了 不行 第二种的自信呢 是荣蒙心 专求不谢 专敬的求地张菩萨 从来不由写带 这个自信就深了 不顾惜生命 乃至生命似的 乃至生命似的 都不动心 专门的这样念的 这还不够神 第三种心 才叫身心 第三种身心就是 你跟你现在所拜的法 所念的那种菩萨 你的心 跟法 结合到一起了 心就是法 法就是心 第一个心不烂 心足了了 第二个 容蒙精进 专求不谢 命舍生命 第二个自信不顾生命 第三个呀 与法相应 心跟你的败灿 跟地藏菩萨合为一体了 正是自信念 弥陀佛的时候 弥陀佛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弥陀佛 心佛与众生三无差 你 说你在修忏悔法的时候 最起码都有个下等的自信 那你达到不顾生命 什么都以 就此专此一念 就能用战佛轮 就能够相应 说你连个下等自信都没有啊 你虽然天天也在败灿 你把一个气下来效果没有 我 起码得达到自信 说我们经常说 我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这个自信呢 还不够身心呢 你不学你不知道 我们就说把这说念阿弥陀佛 身心念阿弥陀佛 他能达到身心念阿弥陀佛 自己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 我就是阿弥陀佛 心跟阿弥陀佛合在一起 这才是自信 真正的念阿弥陀佛了 但我下次心呢 一切杂念都没有 心里刮戏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只是下自信啊 乃至念阿弥陀佛念的不够身命 把自己身心全放下了 这是第二等自信啊 念的身佛合意 那是真正身心 例如说我们拜颤的时候 求地藏菩萨 到这打倒自己呀 念自己过去罪呢呀 乃至受一些罪呢 受冤枉受一些排害 想到这些个了 当你拜地怎么求的 能感应痛苦流涕的 这个自信还不够 达到了自己就是地藏 地藏就是自己 地那是新地 咱们的新地 寒畅了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的新地 就寒畅我们 两个新地 合二为一 地是大地 藏是寒畅 大地寒畅些死亡 那我们自己就是地藏 地藏其实自身 伴的身跟地藏 合二为一了 这叫身心 这叫身心 当你拜颤拜到 用的身心来拜颤 那你用战朝伦相应了 这到那个程度上啊 那也无许会用战朝伦了 对 你把一切看成一切诸法 入梦欢抛影 入路入殿 还用战朝伦做什么 不用了 但是你必须经过拜灿 而能达到时候 用战朝伦 而达到不用战朝伦的时候 是地藏佛的要求 我们拜颤入颤识者 应当心心念念的 住在第三个字心上 但是你最起码的得要心住寥寥的 第一个字心一定得到 等你拜颤念的时候 句句分明 自自聊聊 念到无念而念 念即无念 我达到自即是他 他即是自 这才叫真正之心啊 那诸位想想 我们平常念佛也好 你修行印和功力 念经也好 到达到这个自信吗 对 同时啊 你遇到了 斩插散乐 又不准忏法呀 你感觉到非常殊胜 这才是真正的宝贝 无上之宝 那你对 这就广阔说一点 你对佛教 信了佛了 信佛的教导 佛的教导 佛没注释啊 那佛的教导就是经典啊 虽然佛没注释 法宝在啊 法宝就是经啊 说你能遇着法 遇着这个法 就遇着斩插散法吧 你把它当成无价宝 你就产生力量了 本身就产生力度了 那么现在看到这个法宝 看这部经 翻译到我们中国来之后的时候 就没人注释啊